就是不知道当时这个病人这个情况我们到底能不能控制 重症医学科主任胡明接到了就职任务 他所在的武汉市肺科医院是最早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两家定点医院之一 那时候还没有新冠肺炎这个名称 救治也只能从零开始摸索 SARS或者是禽流感的时候很快就知道 我这个病人必须去往下管了 必须上呼吸机了 不做会死亡率多少 但是这个绝对不知道 十多年来胡明处理过SARS H7N9等疫情 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然而这回一次次的治疗反馈 却与他的推测大相径庭 焦虑 那肯定有点焦虑 这是一个新的病毒 它不管是从它的发病机力 到它对能体损伤的程度的疾病病程的变化的过程 最终的病理结果 对能最终的影响 这些东西现在还是为之的 病毒快速传播 人群普遍易感 医务工作者用毕生所学挑战生命关卡 并非所有时候 他们都能抢迎这一步 一些经历过多轮抢救的病人 最终不幸离世 越来越多的医务人员 遭受到新冠病毒侵袭 你影响家中的 你影响家中的还是正装家中的 正装呢 还在烧车呢 作为最早一批 接触新冠肺炎患者的医生 胡明经常接到同行电话 咨询诊疗方法 而这一次 见惯生死的他 掉眼泪了 大家都在同一个战壕里面战斗 你突然一下他说不行了 显然情绪上一下 很难的接触 泪水是为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同行而流 战事有泪不轻弹 泪涌处只生死 遭遇战 阻击战出气 战斗检缘尤为惨烈 在湖北武汉 三千余名本地医务工作者 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 多谓以身殉职 他太忙了 他女儿有时候找他 你知道都是在哪找他吗 都是去门阵找他 他跟我说 他还想跟人上医生的 我还跟他约定了 我说我们到时候是你呢 我们哪要是人还会你 人们为这些平凡英雄的离去 日晚痛心 私人已逝 战斗仍在继续 当我得知 我年迈的外公也在前线时 眼眶早已通红 还有我的妈妈 这是武汉高中生陈其方写给患者的一封公开信 他在信中鼓励患者与病魔抗争 也给自己的外公和妈妈加油 他的妈妈刘凡 在儿童呼吸及免疫系统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 此次主动承担起 临床幼稚新冠患儿的工作 陈其方已经很多天没见到妈妈回家了 只能突破视频问候一下 往往发过去一句问候 要等到第二天 才能收到妈妈的回复 你衣服穿好 我知道的 我衣服会穿好的 齐放的外公刘敦礼 今年73岁 是长江医院退休后返聘的老专家 一位工作了52年的内科医生 如果我不参加这一次套争 那我这个医生的这几十点的生涯 就不留下一遗憾 这是一种使命感 一种责任感 是医生没有那个往后退手 与凶险而未知的新型病毒较量 拼的是医者人心 拼的是医术济世 我申请常驻留官室 对病人进行进一步的分险工作 此事我没有告知明昌 个人觉得不需要告诉 本来处处都是战场 写下这封请战术的 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生张詹 明昌 她的丈夫也是一名医生 你必须要有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 你才能够真正地 让留官室发挥作用 微信息在于医院 很多都是有传染性的 医生 护士 最知道风险有多大 但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 86岁高龄的董宗奇教授 坐着轮椅前来出诊 你说一辈子我问个啥 我不就我几个病人吧 感染后 经治疗又重返战场的医生护士 不知一人 本身就有一腔热血 这个时候就你应该在前面 就是胡杀 胡思坚心 胡思坚心 在足迹站的最前沿 热血用最质朴的方式表达 密密麻麻的细小窗口 是双手长时间捂在橡胶手套里 又一次次喷洒消沙药水后的皮肤反应 有点疼 也很痒 有时候总是像老 但是不然一老以后 皮就破得更厉害了 为了接受宝贵的防护服 纸尿裤成了上岗标配 口罩压出了血痕 也只能贴张窗壳贴继续干 来个二三四分钟 你们就会觉得各种凶闷不适 但是我的护士 他至少四五六个小时 有的时候最长的时候 他会待十到十二个小时 不能上厕所 不能吃东西 不能喝水 我们也做了一个 衣服工作者 所能做的一切 这是一场 开始阶段弹药不足的 苦衷运战 这是一次从头至尾 没有退路的生死足迹 习近平总书记 时刻关注着疫情的变化 和足迹战的进展 针对前线兵力不足 但要紧缺的局面 一月二十五日 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 常委会会议上强调 要尽快充实医疗救治队伍力量 二月三日 他再次强调 坚决把救治资源和防护资源 集中到抗击疫情第一线 优先满足 一线医护人员和救治病人需要 增援 从全国而来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全国三百三十多只医疗队 四万两千多名医务人员 踏上奔赴湖北和武汉的征程 紧急征调或感制出来的 医用口罩 防护服 视地盒 呼吸机等物资 一批批用顶 这是一无反顾 勇往直前的坚定旅行 这是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的力量汇聚 起全国之力 支援武汉 打好武汉保卫仗 应该说呢 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其实对任何一个城市而言 我们出现了这么大的疫情 我们自己的卫生的 医疗的资源 都是没有办法应对这些 这么多的货币 专业力量 一批批向这里汇聚 十元的队伍中 有一万九千多人 来自重症专业 他们成建制的投入战斗 与武汉本地医务人员 截同共建 十元 五万 共同 敌飞 加油 消灭体重和出入战斗 全部写好了 血压多少 多八 走的吧 去找呢 这种血压体重的腰毛 都太低了 八十八层 突然心跳回了 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 依托于同济 这所全国知名医院的医疗力量 又充实了十七支 来自全国的专业医疗队 共两千三百多人 它开始集中收治重症和微重症患者 一车一车一车一来三四百个变成 三天收买 三天三一我没睡觉 因为病人不能等 病人着急 放在外面就多一份感染的机会 伤伤下伤的感觉就是打仗 没什么话好说的 当时就觉得 就是觉得冲上去了 好火的连天的声音 就给人感觉 赶紧上去 我就坐在这个角落里 就写流程 绝好以后 同济医院的护长 他马上变成那个文档 什么东西到处贴 因为你这时候要完全培训 大家掌握好不现实 不现怎么办 在这堵墙 这个角落做什么事 我把它贴出来 做两步 这里是手消毒 第二步脱手套 再走过去 这个地方你要做什么事 不然的话你永远记不住 好的 我在地什么 每个男子里面的东西都有 按照这个步骤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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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烤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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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支急救插管小分队 有人叫他们赶死队 插管 意味着打开新冠肺炎患者的气道 与病毒在最接近的距离 展开最直接的脚量 为重症患者 往往会呼吸衰竭 办蛮顺性低氧血症 必须依靠气管插管 才能保住最后一线生机 我们要求的是零失败零失误 患者老陈 在接受查管后 血痒饱和度恢复到了96%左右 但三天以后即便是给了纯氧 它的血痒饱和度还是又下降到了93% 这是一个警戒值 这说明肺的底子太差 它里面肺可能这个肺泡里头 都是一种交动啊 或者是一样的东西啊 这个呼吸窘迫的这个严重症出很厉害 对于重症 唯一重症患者来说 多脏气衰竭有可能突然发生 这是很难化解的危机 没有特效药是不是就意味着死亡 多学科的医护人员付出巨大努力 试图为病人赢得恢复时间 让他们有机会靠自身的免疫力 战胜病毒获得生的希望 我认为护心队 茶馆队 护身队 护肝队 营养支持 神经精神方面来支持中医 中药 这个医生来讲最重要的中医 现在大家公认的就是严重风暴 是重症向微重症转化和进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 医生形容 细胞因子风暴是一种强烈的求助信号 目的是让人体免疫系统煞时间火力全开 但这却是一种类似于自杀式的攻击 在损伤病毒的同时 也给各个脏器带来连带伤害 我们在前期的治疗这些疾病中 我们发现血液进化可以有效的清除 体内的细胞因子 阻断我们的严重风暴 护肾小分队为患者老成啟动血液进化治疗 护肾小分队则为它植入了 ACMO人工磨肺替代脏器功能 按照我们的指示来 深吸剂深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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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干预及时 老成的生命体征逐渐平稳 没有发生细胞因子风暴 几天后 医生逐步给他脱离ACMO等机器辅助 把ACMO脱掉你就解放了 你就好了 千万坚持一下 五分钟可以结束 看一看看到没有 你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活过来了 不容易 不容易 老成的肺脏终于又可以自己工作了 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阻击站中 专业人员的增加 医疗物资的充实 救治方案的探索 为很多像老成一样的危重症患者 重建自身免疫系统赢得了时间 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 就这样在异常场阻击搏斗中实现 这个生命其实有时候是很脆弱 有时候觉得很坚韧的 对这个新冠肺炎病毒 它认识我们也逐步加深 艰难地迈出了第一步 未来可期 病盲率一定可以逐步降下来的 比数持续激增 离别的哀疼 弥散在这座城市中 这是一位90高龄的母亲 写给患新冠肺炎 64岁儿子的一段话 儿子要挺住 要坚强 战胜病魔 老人姓徐 那段时间 武汉一度异床难求 徐奶奶一不解代地 在刘关市里照顾儿子 四天四夜 我常规地问他 我就说 您有哪些不舒服 有没有发烧 有没有咳嗽之类的 然后他说他并没有发烧咳嗽 他是陪着他的儿子过来看病 他逆然决然地选择他自己一个人来承担 照顾他儿子这个责任 他说我已经这个年纪了 我已经无所畏惧了 二月四日下午 儿子被转进ICU病房 不能继续陪在身边了 徐奶奶找护士 借了支笔 在一张检查告知单上匆忙写下鼓励的文字 其实他的儿子在被转入ICU的那天下午 就已经不幸去世 一个月后 他才得知医生和家人向他善意隐瞒的消息 9.84天 这是国家卫健委统计的新冠肺炎重症病例 在这个阶段从发病到住院的平均天数 很多病人由于未得到及时救治 在等待中由轻症变为重症 必须尽快破解收治难 即使像武汉这样医疗资源位居全国前列的城市 重症医学科床位数最初也不足一千张 虽然不断开源 但面对病毒快速传播 已经过万 且还在爆发式攀升的病例 如何才能让生命不在等待中消逝 武汉居民李丽娜被网友称为削罗女孩 她和母亲一月底感染新冠肺炎 无奈求救 为的是寻找病床 寻求生的希望 我当时就是不知道谁能来救我 也不知道谁会听到这个声音 也不知道后续会怎么样 但是我真的是很无助 此时渴望救治的她还不知道 之后一个多月 她因求医所经历的一切 会与科学防治精准施测 这一重要抗疫战略 信息相关 紧迫形势下 各方面奋力把医疗资源向武汉集中 新建改建扩建医院定区 千方百进增加床位攻击 整分不秒 已可不停 打阻地战需要中国速度 十多天时间 火神山雷神山两座医院从无到有八地而起 一个到五个 这是金银潭医院IC重症监护室的快速扩展 不停歇的48小时 这是铜镜医院为增加床位而展开的昼夜奋战 把原来的就连夜改造 连夜两个晚上 把110平米的房子改到了5000多平米 床位的供给在快速增加 而救治居求仍在暴涨 我们日常是2000吗 20万号就到了5900 最高的一天是15700 没完没了地接 我觉得没问题 可是问题是还有那么多 我没有接起来的 那才是最大的问题 感染者不能被及时收治 不仅意味着得不到有效治疗 也意味着疫情还有进一步 蔓延的巨大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战场形势提出明确要求 应收尽收 应至尽至 坚决控制源头 切断传播途径 武汉这座移立于大疆之兵的英雄城市 万众一心战一情 越是艰险越向前 我是1月18号发烧 然后我爸爸是在1月25号 就是初一的时候 也开始发热发爽 凌晨3点钟排队 晚上凌晨12点回家 因为这边的5宴7宴根本都不熟 因为它也是爆满的模式 已经爆满了 等待病床的日子里 刘猛和家人只能居家隔离服用药物 最后什么时候进去 方苍医面说的我 什么时候 2月6号 方苍像迷雾中的一束暖光 进入方苍十天后 父子俩治愈出苍 短短三十五天 一万两千多名新冠肺炎轻症患者 先后进入方苍医院 得到及时治疗 入苍之时 也是新病之时 很难很难 而且这是过年 这不是你国家用钱都可以买到的 这个时候是需要强大的 国家邻居力来调动资源 这才能搬到 你看我们今天 是不是又是豪华晚餐呢 在一场浩大战役中 总有一些影响着 失败的关键战斗 大批的患者 没有能够及时地收拾到医院来 会造成更进一步的家庭和社区的感染 这个是加剧疫情的最重要的因素 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收拾容量的问题 方苍 原本是一种机动医疗场所 在2008年汶川地震救援中第一次使用 国庆70周年阅兵仪式上 它被例如抢修抢救方队 接受检阅 方苍医院 通过简单的场所改动 最迅速地扩大收拾容量 2月3日 武汉开始连夜抢建 首批三所方苍医院 2月5日晚正式启用 非至善之法 但是没有比它更善的办法的时候 是解决收拾的这样一个主要矛盾的现实之策 13436例 这是2月12日 武汉市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字 是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点 其中92%是首次出现的临床诊断病例 为疑似病例 具有肺炎影像学特征者 目的在于加快确诊速度 尽早隔离治疗 减方舱迅速扩充收制容量 刻不容缓 30余所方舱医院陆续建成 16所投入使用 储备床位超过了3万张 与此同时 病变医院由最初的两家增加到86家 从人等床到床等人一举一转 敲锣女孩的母亲赵女士 2月上旬 进入了收治重症患者的武汉市汉阳医院 所在病区 正是为了应对疫情专门改变的 女儿李丽娜 则住进了收治轻症患者的汉阳方舱医院 母女俩的禁遇 更多武汉病患者的禁遇 因应收进收 因治静治的落实而发生改变 焦灼对北中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紧紧扭重社区防控和患者救治 这两个关键 武汉逐步形成定点医院救治重症患者 方舱医院治疗轻症患者 基层社区排查确诊疑似 巴热和密切接触者 四类人员的三级分层分级防护体系 尽快地让他们进入我们的医疗救治系统 防止病情 切颜恶化 切断他传播他人的途径 叫应收 进收 他的价值就在这 这是诞生于战役最前沿的中国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认为 中国展现了出色的领导组织 动员执行能力 为世界防疫树立了典范 之前这次疫症开始 Hubei had 137 isolation beds 今天有超过14,000 isolation beds 你告诉我 任何其他国家在世界 能够成为这 阻击站站至深处 局面发生巧然转变 武汉市急救中心的120专线 从每天超过1.5万人次呼叫的最高峰 到2月下旬回落到3000人次左右 武汉的病床数 高峰期以每天3000张的速度增加 其总量相当于一个月内建设了60家三级医院 截至3月5日 总共有1537.4万人份核酸试剂盒投入使用 应收尽收 应至尽至 应格尽格 层层落实中央部署 主战场上的阻击站 逐渐挺过了最难的阶段 且战且尽 各学科专家奋力展开研究 总结克敌之策 3月3日 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 试行第7版 其中 首次增加了病理改变描述 2月15日晚上 金银潭医院一位新冠肺炎试者家属 同意将遗体捐献出来 我们对他鞠躬 鞠躬时间特别长 非常感谢这些人 他们让我就是大碍的 也是为了我们能力的健康 付出这些东西 这是全世界第一例新冠肺炎试者的遗体解剖 从2月16日凌晨1点半开始 解剖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直至凌晨3点50分结束 遗体不会说话 法医就是欢迎 法医是个什么东西呢 它又在深部的气道里面出现粘液成分 这种成分的话 如果我们在治疗上 不去针对性地做处理的话 你可能起了反作用 应该去把这个粘稠的成分 把它化掉 让它溶解掉 多例仪体解剖后 另例结果提示 新冠肺炎患者不仅肺脏有改变 心 皮 肝 肾 肾等多脏器 均受到影响 这些发现非常及时 有助于照亮救治盲区 便于医生对症下药精准治疗 从一月十六日到三月三日 四十七天时间里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推出了七百 方案一次次更新迭代 随着对病毒的了解越来越深入 新药物 新疗法 新成果等 军队及时纳入 修海波所说的 俯卧未通气来自临床实践 用以改善呼吸窘迫 被决进了第五版 新冠肺炎诊疗方案 在这个疾病的快速流行 快速爆发的时候 我们形成一点经验 马上放到这条规范里 实际上这是可能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 策略上要转变 那就是实际上积极其修制 对对对 就关口前移 然后紧索一点就是往前赶 这是一场不断积累经验 形成中国方案的战役 这些曾在非典 甲型H1N1流感 H7N9禽流感等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 冲到最前线的专家们 又一次挺身而冲 既肩负国家医疗救治专家的 指导任务 又始终坚守在临床治疗一线 像在前方 中南山院士团队 另外我们还有三个中医的院士和国医大使团队 所以这次一方面派出的力量强 另外我们中西医的结合也是非常密切 发挥各自的优势 年于古兮的张伯里院士 倡导中西医结合防治 连续指导工作二十天后 他因劳累过度引发胆囊救急 术后仅仅三天 他放心不下病患 又服案撰写诊疗方案 摘除胆囊的他 说自己把胆留在了武汉 是与武汉肝胆相照 应该发扬这个中西病重 然后呢中西结合 共同治疗疾病 但用中药一定要用早 中医深度借助的新冠肺炎治疗 从第三版诊疗方案开始 中医作为治疗的专门一项单列 此后每一版均有更新 在湖北新冠肺炎确诊病人的治疗中 中医药参与率超过75% 在治愈出院的确诊患者中 大多数使用了中医药 坚持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及时提出 防控疫情斗争有两条战线 一条是疫情防控第一线 另一条是科研和物资生产 他亲自指导推动科研公关 为防控一线提供最有力武器 2020年1月初 中国科学家就确定了 新型冠状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 随后又分离得到病毒毒株 为疫苗研发打下基础 多禄科研团队展开日与继日的奋战 3月16日 陈威院士团队联合地方优势企业 所研制的新冠疫苗 顺利获批并启动临床试验 国际的规范 按照国内的法规 已经做了它的安全有效 质量可控 在度过了最难阶段后 从2月下旬到3月中旬 武汉日新增确诊病例数逐渐回落 直到3月18日出现清零 杏林春暖 济世为怀 救治对于医者来说 还有另一层寒意 我一定要吃 我可以这么说的 快两天要给你扫了 你看电脑不行了 还可以快两天给你出院了 一定要被自己有信心知道吗 我觉得病人 尤其是清醒的重症监护病房的患者 不舒适的症状 隔离的这样一个状态 接受这样一个治疗 真的很不容易 在给微重症患者治疗护理的过程当中 让他们不要以为自己是名患者 想让给他们像正常人一样的 和生活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醒了以后他们过过关心我 他说你的生命来得不永远 他们不过这样 我加油 我加油 人家那时候大家抱成团 成为一家人 其实大家都很不容易 唯有爱在心底 才会输出如此绵长的心力 不痛啊 不痛啊 敲罗女孩李丽娜的母亲 赵女士住院后 管床护士发现她 因为没有收到假牙清洗剂的快递包裹 而焦虑不安时 主动帮忙四处寻找 我母亲就在那里不断说啊 我的牙不洗 我有很多细菌 我会病得更重的 她就在那里很焦虑 那些护士给她把这个包裹找回来了 所以说医生不光是治病 她还治疗他们的心理 战役之中 医生护士抚慰人心 传递乐观 激发出勃勃生机 人间大二 赛方方 为什么你头上写的周飞鸭 我感觉周飞鸭 她的头上写的热干面 哦 你是热干面 你是热干面 热干面 大叔 好一点了吧 很棒 我们可以去跳广场 我 合作合作 稍走一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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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我们在 大家就放心 有任何任何的事情 都来找我们 我们极客帮你去姐姐 这是我能做的 来来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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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多弟 いる你 我们跟大家一起加油 早有平安 加油 大家加油 大家加油 往前 那边 进方舱之前 有猜测也有质疑 始之消弭的 正是这里发生的一切 安抚激励 亦是救治之道 防护符上的文字 医院里的图画 传达着面对生死的人生态度 顾客时间的人间真情 同隐一江水 洗手战疫情 五 三 二 一 阿姨今天图画 我真的会得很高兴 不跟我说 你们千里小小的过来 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你的家人还在等着你们 我觉得不光是我们来武汉 救济他们 他们也很一时时刻 那么暖着我们 我们来到这儿 真的是让武汉人民暖的 武汉最美的不是樱花 是武汉人干的鞋 如今 乔罗女孩和母亲都已治愈 回到家中 一顿家乘饭就是团圆 我当时就是特别感动 就是能帮助我们的 不只是我们的朋友 有很多我们甚至是不认识的人 也在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恩 患者一天天好起来 整个城市都在一天天好起来 4月26日 武汉在院新冠肺炎患者清理 战役之中 累积治愈率不断攀升 到4月底超过92% 新增病王术经历了最初的惨痛局面后 曾逐步下降趋势直到为零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整体部署 尽锐出战八方之源的举国合力 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坚定实践 医者人心 医患同心的艰苦搏斗 是中国新冠肺炎患者病王率较低的 综合成因 艰苦的阻击站 在武汉 在湖北 其他地势中 在全国展开 一路惊心斗破 一路勇往直前 你们都穿着防护服啊 戴着口罩 我看不到你们的这个真实面貌 但是呢 你们在我心目中都是最可爱的人 所以我在这里啊 代表党中央 向你们啊 表示诚挚的慰问 是以崇高的敬意 大战之中的光 源自日积月累的热 一个国家的卫生与健康制度大厦 是由万千虚肉之躯 可敬职守 作为一砖一瓦的 我要尽早回队 我还有跟我一起战斗的兄弟姐妹们 这些要坚强啊 你将到我们的来 加点完整 都好自己的完整里啊 深的渴望 死的敬畏 用我们的血肉之躯 助体一座生的城池 一定要相信有希望 要坚持 白刃交于前 誓死入生 没有从前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还人 没有生来坚强 只因心中有光 以生命守护生命 把白衣穿作战袍 以者人心大爱如将 暂时永逸 生命不屈 以者人心大爱如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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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昂起一头 风也有 雨也有 风也无助 向前走 几千年的脚步 从未停留 一世的劫力 说千生 海山 昆纹 重小寒 长江 黄泽江河流 风也有 雨也有 风也无助 向前走 几千年的脚步 从未停留 历史的劫力 说千生 海山 昆纹 重小寒 重小寒 长江 黄泽江 黄泽江 净楼 沉河 终结不消 荧 gri 黄泽战 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